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员应于收容间内部以及周边的预定地点就位 以防止收容突破而发生 两名基金会人员负责操作可吸释发电机 对执行程序99REMAT装备保持电力供应 三名基金会人员需持有作为SCP-1837副产品 所产生的化学刺激性物品 以证明该物质对SCP-12-1的个体具有抑制作用 当SCP-12-1的所有个体被消警制能够保证入口安全之时 五名基金会人员将进入收容间 并使用携带的延长电线 通过与发电机相连 恢复SCP-12的电力供应 鉴于SCP-12的性质 以上五名人员在进入其收容间后 将被判定为不可痊愈 剩余人员则作为后备 将用以代替无法继续工作的员工 描述 SCP-12的外形是一盏设计成流星特效的儿童用小夜灯 当其处于电力供应状态下时 SCP-12所释放的光照度为14到22克斯 SCP-12零件的表面以及灯具内部 会发现其制造商的相关资讯 当SCP-12处于无电力状态下时 SCP-12将会对其周边500公尺范围内的人员产生影响 当对象处于快速动员睡眠状态时 将会陷入昏迷状态 直到SCP-12重新恢复宫殿 当处于昏迷过程中时 对象附近将会出现人形阴影 此类身影在此被定义为SCP-122之一 SCP-122之一的个体表现出了具有智力以及感性的行为 且物理性能约等于受影响个体 它们会试图尽可能多地寻找人类个体 并使之暴露于SCP-122之下 受影响的人类个体越多 SCP-122的作用半径则越大 实验中已确认的最大半径超过2.7公里 SCP-122之一的个体将试图在SCP-122的作用范围内 收集所有的助眠物品 并将其应用在受影响的个体上 这些物品包括 安眠药物 用于治疗失眠症的传统药物 枕头 毯子 床垫 床架 媒体手段 例如摇篮渠 当SCP-122处于供电状态下时 它将对其作用半径内所有对象的睡眠模式产生影响 如果一名处于SCP-122作用半径内的快速动员睡眠对象苏醒 该对象将会表现出失眠的症状 且抱怨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梦 参见事件 一二之一 安插在当地的特工收到了数份 关于SCP-121显现的报告后 SCP-122于 被发现于Lino 儿童医院 在对该区域进行调查时发现 该建筑内所有对象均催受SCP-122影响 回收文档中进入到 SCP-122是为一名病人在得到许可后代入的 然而未发现该病人的相关咨询 特工们使用移动电源对SCP-122进行压制后 将其移送至Size-19 附录12-B SCP-12在事件12-1之后 重新分析为Keter 对象已转移至武装送区于02 事件12-1 11例SCP-12-1个体发生送突破 导致明基金会人员死亡 以及人受伤 在进行二次收容后 SCP-122的收容措施被重新审查 在调查过程中 安保录影显示 数名维护人员对SCP-122的收容所进行了破坏 当询问时 对象声称他们受胁迫才做了这些事 其表示 金丝却不让他们安眠 直到释放了SCP-122 收容档的对象已接受AGG消除程序 收容措施已经修订 已申请升级为Keter 以上就是SCP-122 简单来说SCP-122是一个小夜灯 当没有通电时 会让一定半径里睡着的人陷入昏迷 身边会出现人形阴影 SCP-122之一 这些阴影会想办法让更多的人 受到SCP-122的影响 越多人受影响 SCP-122的能力范围就越大 当SCP-122通电时 在范围内从睡眠中清醒的人 会出现失眠的问题 并且SCP-122能够一次控制这些人 文中提到的其他三个SCP SCP-3060是一个镇压呼吸器 带过人在睡着时 周围会出现人形非物质尸体 SCP-3060-A 并且出现各种精神症状 在受影响者睡觉时 接近人也会被感染 SCP-2840是一个无形的心灵生物 只存在于做梦的人脑里 会将噩梦打断 变成较不恐怖的噩梦 SCP-1837是一个会分泌酸液的拖把 酸液能分解任何固体表面 当SCP-1837接触到被影响的表面时 会开始移动 并尝试修复其酸液造成的伤害与污损 那为什么1837的酸液可以抑制 SCP-121个体呢 其实SCP-12是经过重写的SCP 重写的作者加上了某个 被上了黑条的不明SCP 可以抑制SCP-121 后来就会重写的作者又写了SCP-1837 并把黑条改成1837 所以应该就是单纯是同作者的关系 不然我就不知道 酸液到底跟SCP-12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最有帮助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